AM730的朋友 大家好,我是Stephy 鄧麗欣 祝大家聖誕快樂,聖誕快樂 希望大家今晚可以過一個 溫暖又開心的送眼節 我是從小時候 我媽媽不是給我很多童話故事 反而她很小時候就告訴我 這個世界目的是什麼老人 所以我很成熟 反而去大一點就看電影 反而覺得聖誕電影我自己很喜歡 例如《Love Actually》那種 我覺得聖誕節給了一種很溫暖 和很甜蜜的感覺 因為每次到聖誕節的時候 會出到商場 我都會聽到聖誕歌 大家會買聖誕禮物 大家看到很多報紙 那種感覺是很開心的 我很想過一個白色聖誕 但我沒有試過 如果聖誕節要選 一定是會去芬蘭看雪 聖誕老人村 感受那種寧下的那種寒冷 而且本身這個地方已經很想去 所以希望可以找到 剛好有個聖誕節 可以放假 就可以去這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聖誕節必須要有的味道 我覺得聖誕節必須要有的味道 它的甜蜜 還有它那種 不知為何聖誕節一定會吃甜的 Ginger bread cookies一定是要吃的 其實Ginger bread好像很慘 他經常都無端端被人咬了腳 很多很慘的遭遇 但我覺得他很可愛 他有一種鼓舞人心的感覺 無論他遭遇到什麼都好像會很堅強 我記得有一年跟了一班朋友 一班同學 那時還跟了中學去看燈飾 那年的聖誕節特別熱 但聖誕節也是要應景地穿一些聖誕的衣服 那年我就穿得很厚 穿著頸巾 怎料走完整個海房就全身濕透 好像夏天一樣 所以到現在還很記得那一次的聖誕節 雖然是 濕身很熱的聖誕節 我覺得聖誕節一定要多人 因為是好天同慶的 所以其實有個傳統我們每一年都會做的 我和有幾個最親密的朋友 每一年都會交換禮物 那些禮物又不是很貴重的東西 可能有時是抽到會罵對方 怎麼會買這些東西 但就是那種開心 大家互相在那一天 聖誕節在一起的感覺 我覺得是很 跟平時的聖誕節很不同 所以這個是會保持一個傳統 我記得有一年我收過一個禮物是廁所板 不知為何也沒有什麼意思 只不過是覺得廁所板很漂亮 因為它不是普通白色的 是有些花紋那種 到最後發覺我的廁所是不適合用的 不適合尺寸 整體來說 我覺得後半年開始是滿意的 前半年就有一點點等待當中 是有前半年 可能我想不只是我 大家都有一點點靜止了下來 其實《飯器公心》本身是賀水片 所以在賀水片上不到 戲院停了之後 其實有一段時間 我都有點失望 或者有點擔心 究竟那些戲會怎樣 因為其實除了《飯器公心》 還有幾部戲 都是固定在後面 還沒排到照片 所以前半年是有一點點憂慮 就是擔心 但是後半年就好一點了 就是慢慢所有事情可以走得回 然後又得到《飯器公心》這麼好的成績 所以都有一份安慰 我經常覺得一部電影花了很多人 不只是我們幕前、幕後 所有人花了很多的心血去做 所以是會等部戲朝急 其實我自己就不是覺得 自己做的事情一定要怎樣怎樣 但是我覺得整部戲是應該要得到 增加多人的看得到 所以尤其是剛才提到殘影空間 其實已經三年了 沒有辦法了 隨遇而安 我想慢慢所有事情走回 疫情又越來越好的時候 希望所有事情就回復了一些 因為都很久沒有音樂事業的計劃 接下來會有這個想法 接觸音樂的部分 其實之前都有 不過都是跟電影掛鉤 即是主題曲 其實一直都有的 接下來的電影也會有主題曲 在主題曲以外 就再有一些音樂事業的東西 會再涉獵到多一點點 就好像在這幾年 我都已經拍了又一遍了 我覺得好像已經是一個好的時候 可以再接觸 而且可能近年 有很多跟我差不多同期出道的藝人 都是差不多二十周年 有很多人開演唱會 譬如軒仔 早前有Jade 我們都是差不多同期出道的新人 所以我就掀起我這種感覺 就是覺得好像需要和歌迷交代一下 就有這個想法 即是演唱的嘉賓那次都很大的一個感受 也是 是的 是的 那次做完嘉賓 那個的感受都很大 因為始終是演唱大家那種氣氛 大家的迴向 反應 令到我覺得真的頗掛著舞台 是的 那種的掌聲是 是頗有魔力 是的 如果要做Show的話 都一定要跳唱 因為你沒有辦法全程站著唱 真的都要交代一下 都要跳兩首 看看還能不能跳 跳到嗎 應該可以的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